汪建民8日被妹妹证实 布迪菲腺癌离世 享年56岁 生前一直很照顾她的徐乃琳 今天在记者会上得知二号 整个人的情绪是都hold不住了 我刚刚在后台 我突然看到新闻及时播 说汪建民走 各位 汪建民 从她 那个时候 披露出来 说她负债很多 才短短几年 得了费献而走 汪建民 在演艺圈这么多年 在她最苦的时候 有人关心她吗 有人帮助她吗 我们不要 在演艺圈 大家都只会 伤口才撒野 我们一起为汪建民祈祷 让建民能够开开心心的 到极乐世界去 在人世间留下的情在 或者是潜在 都一笔勾销了 最后一次见到汪建民 大概不时的两三个月 就请她回来上一次结尾 那时候没有 那之前好像有帮她妈妈 自己药肺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是看到她 债务缠身 然后她在媒体的披露 说因为她妈妈也是身体不好 后来有失智症的问题 在安养院 那连她自己都过不了这个 那家里面的状况也没有办法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主动的跟她说 我说建民国大忙我也帮不了 妈妈这边我能够帮你的 我就先给你半年的 妈妈的这个安养院的费用 我也说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件事情是为不足道的 我说你好好照顾事情 债务的问题去面对 好好的解决 我们能帮你的 我们就尽量帮 就这样子 后来我知道是她身边有一个 她的女朋友 这段时间不离不弃 照顾她 在汪建民债务产生 不管生活 工作 这么不顺遂的时候 还有一个女人 愿意站在她身边 我是觉得真的很伟大 很伟大 我们祝福她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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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